好,我们再将软体做出来的模型档汇入到Unity之前呢 我们先稍微整理一下 首先呢,我们的摄影机 摄影机其实到Unity去建立就可以了 还有灯光也是一样 我们主要是在3D软体把材贴图准备好 然后带进去 那此外呢,我这边呢 想要再帮它建立一个地板 所以我在这边呢,选择用Box 帮它做一个地板就好 放在外面,做一个地板 OK,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地板的尺寸呢 再调整一下 你可以注意到老师这边给各位的档案呢 其实它是用公分为单位 有没有,这边有公分为单位 所以等一下输出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尺寸呢 会标示公分 好,然后我再把它的位置呢 调一下 可以看一下透视图 这个透视图 有没有看到,它有一部分呢 可能跟房子重叠在一起的 好,那这是因为我当初做我们做那个建筑结构的时候呢 通常在底下会放什么 会放一个地板 所以你会发现呢 在3D Mesh 里面呢 有两个面重叠的话 就会出现斜线 这些斜线 所以我把刚才做的这个地板呢 稍微再调整一下位置 在3D Mesh 调整位置的话 是用移动工具 或者是直接输入坐标的方法 你可以看一下 好,我这边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那我希望呢 它的位置呢 刚好在G中的这个坐标的话 那我可以在这边的XY呢 输入0 输入0的话 你只要在这边按滑鼠右键就可以了 或者是说 你要输入坐标也可以 所以我希望它刚好放在 跟房子的这个位置呢 差不多刚好在中间的位置 那你要直接输入也可以 好 然后稍微再往下一点 那你注意到3D Mesh跟Unity有什么不一样 你可以注意到3D Mesh的平面的坐标呢 分别是X轴跟Y轴 然后它是Z轴向上的 它是Z axis up Z轴向上的坐标系统 那玛雅的话呢 是Y up 跟Unity是一样 Unity跟玛雅都是Y up 好不过呢 在转换的时候呢 Unity会自动帮你做变换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好 然后呢 我稍微让它往下一点 你看我把它往下一点点 但是也不要太低 好 就让它往下一点点就好了 或者是你要在这个地方 输入一个负值也可以 比方说我让它低一点点就可以了 低个一两公分就可以了 好 因为呢地板通常我会另外用一个poly去贴 然后呢你到外面房子外面这个柏油路呢 又是一种不同的材质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贴的时候呢 我们自然就会选择用不同的材质来做 好 OK 材质的部分呢 等一下我会我会再回头来做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把这个档案汇出给Unity使用 我们先在3DS按钮这个地方点选 如果你使用Safe指令储存的Max档 负档名是点Max的这种格式 或者是Maya它的MA档或是MB档 Unity是不支援的 你要把它转成OBJ档或是FBX档 当然呢 OBJ档是以模型为主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包含动画材质 或者是坎入式的媒体的话 那么你可以使用新的FBX档案格式 那即使是FBX2011版本Unity也可以支援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请使用Export的指令呢 在这个地方选择汇出 你可以看他说明汇出非原生格式 那Native就是不是Max档的格式 好我们在这个地方选择Export 然后呢看你要放在什么地方 那我先放在吸持叠的根目录下面好了 我们先放一个 然后我给他一个名称叫做Building 或是House好了 因为实际上不算是一个Building 只是一个房子好 只是一个House 我们按下储存 然后你会看到这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里面呢 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 你要输出哪些东西 来我们这边先选择 各位看到的可能 因为我这台电脑有用过 所以我有做一些修改 那你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直接选择预设的 就是Autodesk Media and Entertainment Autodesk媒体与娱乐 因为它这个是他们一个软体的套件的方式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Autodesk的这些软体 比方说像3DSMath Maya SoftImage 或是Mathbox这些软体之间的互通 那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有一个Include 这个卷帘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可以选择要包含哪些进到FBX档里面 我先说其实我们等一下是直接按OK啦 就是用预设值汇出就好了 不过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Geometry就是几何物件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有加上什么TurboSmooth 或者是什么Smoothing Group平滑群组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好那其实我这边呢 我所建立的这个模型呢 它是建筑模型 所以也没有什么平滑的问题 所以通常我会怎么做呢 我会建筑模型一个档案 然后在场景中可能有一些角色 或是人物角色或是非人角色 通常我会把它放在不同的档案分别汇出 这样会比较单纯一点 好 所以动画是在这地方 要不要输出动画 如果不要就取消勾选 下面这个都是只有单向而已 Camera要不要包含摄影机 要的话就打勾 不过摄影机我已经删掉了 Lights 灯光 灯光我也没有输入 我也是等一下到Unity去加就好了 然后砍入媒体没有嘛 所以也不用特别选 好 然后这个是进阶的选项 单位 这个单位的部分呢 其实你可以设定一下 那原本它是automatic自动单位 可是像老师做的这个模型档 是用公分为单位 所以如果我选择取消automatic自动设定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 你要用什么为单位 好 好 然后这边有个axis conversion 轴的轴的转换 你可以注意到在这地方呢 我们的up axis 往上的轴向有没有 转成wide up 3DMath内建是zup 但是呢 Maya unity都是wide up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呢 就选择用wide up 好 好 其他的都用预设值 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他选择输出的达案格式是binary 二进制的 然后他的版本呢 是fbx2011版 好 然后设定完成之后 我们按一下ok 那他会告诉你说某些可能几何图形转换的时候呢 会原本的模型档会有问题 像我当初呢 做的这个门跟窗户呢 我是用sliding door 他是3DMath内建的一个门的物件 好 那这没有关系 我们就按下ok 把它汇出了 汇出到我们指定的位置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汇出的档案 我刚才汇出的档案放在c的目录底下 好 你看house.fbx档 ok 那我们把它汇入进来 其实最好是不要汇入到这个地方 c的根目录 不然到时候你c值点会很乱 不过呢 我们这边只是做示范而已 接着呢 我们再回到unity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目前还没有存档 你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我们目前虽然是打开 myunityproject 这个档案资料夹 但是这个场景还没有存档 好 我在这边呢 先把场景存一下 save scene 储存场景 然后给场景一个名称 好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assets资料夹 那我这边的存档类型 就是点unity档案格式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场景嘛 那我给他一个场景名称 叫做house好了 house.unity 好 按下储存 OK 你看这个档案就已经储存了 所以这个house.unity 这个场景其实是放在 我们的myunityproject 这个专案里面的 现在呢 我们要把模型档汇入进来 那我们可以用资源 然后再选择import new assets 接着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切换到你刚才储存的资料夹 刚才我是汇出FBX档到西池碟底下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先选择这个档案 好 先选这个档案 那汇入进来之后 待会请你注意这个地方 好 它会在我们的project专案资料夹里面 出现你汇入进来的资源 好 我们按一下import 这样就可以汇入进来 那汇入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从preview面板 来检视一下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建进来的模型档 好 有没有 你可以旋转 好 旋转到不同的角度来预览 好 这个是假设这个是我们要的效果的话 我们要的模型档的话 你如果要把它放到场景上的话 请你把它从project专案面板 拖曳到hierarchy 阶层管理面板 那这个模型档就进来了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这模型档就进来了 好 这个模型档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他就增加一个house资料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专案资料夹 myunityproject这个资料夹里面 然后我们到这个assetis资源资料夹 你会发现模型档已经放进来了 有没有看到 像house这个地方 好 这是一种方法 其中一种方法 不过如果说你用这种方法来做的话 因为待会如果说我们要陆续再汇入不同的档案的话 会有点乱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建议资料夹的方法来做 我这边再重复一次 我先把我先把刚才的先删除 我们在hierrokey阶层管理资料夹里面如果把一个物件delete掉 那他在场景就消失了 不过他在我们的专案资料夹里面还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用到他的时候 你也是再拉进来 他又会再出现 不过如果说我这边 这个project资料夹里面的这个也删掉的话 那就没有了 你没有办法还原这个操作 我们按一下delete 我会建议各位 因为在我们的一个专案里面 你可能会有很多的资源 不管是建筑模型或是像一些其他的角色模型 那你会有很多档案汇入进来 声音啊 或者是其他的媒体 那你最好建立资料夹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专案资料夹里面的asset sets资料夹 其实他就刚好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我们这个project资料夹里面的项目 有没有看到materials材质 放在这个资料夹 MAT档 然后standard status standard test mobile 标准资源都放在这个资料夹 那如果你建立资料夹的话 会比较容易管理 比方说我们的3D模型 我可以建立一个资料夹来存放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按滑鼠右键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建立一个资料夹 你在这边其实就可以建立很多不同的物件了 比方说程式的部分 你可以选择建立这个JavaScript或是C Sharp 或是BOO的这种脚本语言 那另外你可以建立预置物件材质动画 还有Lens Flare 就是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光斑效果等等 那我们在这边要建立的是什么 我们这边要建立资料夹 Create a Folder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建立什么 比方说我现在要把3D模型 所有的3D模型都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那我就可以给他一个名称叫3D Model 那等一下汇入进来之后 我又统一放在这个地方 好 好 那你在这边建立资料夹之后啊 你马上可以看到在我们专案资料夹 Assetis 资料夹底下 就会建立一个3D Model 资料夹 好 那还有一种把档案汇入进来的方法 就是直接把FBXS 档放在Assetis 资料夹底下 好 或者是Assetis 资料夹里面的纸资料夹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刚才我们的档案是放在吸池叠根目录嘛 对不对 有没有学过档案尽量不要放在吸池叠根目录 不然会很乱 好 所以我就把这边的档案呢 把它放在刚才建立的Assetis 3D Model 资料夹 好 那下一次呢 我们在这个Unity 里面啊 就可以看到了 有没有 你放进来之后呢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有没有 好 House 然后展开 你没有经过一个汇入动作也没有关系 你House 展开之后呢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在House 里面所有的物件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我这边的物件名称都没有设定 其实这个不太好啊 最好是你在汇入进来之前呢 就先把那些模型档的名称都设定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先回头把这些模型档设定一下 然后再汇入进来 这样会比较容易 还有材质的部分呢 等一下我们也顺便 顺便来看一下 怎么把它带进来 好 待会请各位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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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